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儿见过 霓裳是淮州人士 从未去过京城 想必是公子认错人了 既如此 那应该是我认错了吧 公子就住在我的别院 今后往来请教 也会极为方便 好 还要多谢袁妹妹 给通身这个面子 赵大人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霓裳 那你就听欧阳公子的差遣 做衣裳的事也不许耽搁了 诺 二位 请随我来 霓裳 这位欧阳公子是由赵大人亲自引荐 小时大有来头 他挑中了你 说明你要走好运了 把人哄高兴了 说不定赏你几两银子 倒是可以把这几年的学费给结清了 那你又不欠学费 却要毛遂自荐 又是图什么呢 我 我是怕你们几个人学识尚浅 在外地客上面前丢了云锦状的面子 才主动请你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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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人家并未选中你 想来也不认为你学识渊博吧 你 我 好了好了 一场 来 一场 你知道刚才那位欧阳公子是何来头吗 他可不得了 他是 算了 我娘不让我说 总之你记住啊 那个人可千万得罪无期 该来的总会来 我怕有什么用 我就不信 他能吃了我不成 妹 公子 对不住 霓裳姑娘为何如此惧怕我 公子误会了 霓裳没有 那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我 男女说说不亲 公子又是贵人 霓裳怕失礼 霓裳姑娘 我此番来到淮州 就是想深入了解淮州制造工艺 你这样唯唯诺诺 反而要耽误我的事 公子说得是 霓裳知错了 那不知公子今日要做些什么 只是想去布市问问价吧 那公子想问商价还是名价 何为商价 何为名价 商人进货 成批交易就是商价 民间领买便是名价 那二者价差几何 这要看公子的了 懂行的领买也能以商价成交 不懂行的商用也以名价买卖 看你伶牙利齿 倒是经商的好材料 云锦庄也教你们做生意吗 师父只教刺绣纺织 其余的马能物则物 那你将来是想要经商 还是跟你师父一样 开个教习院 经商也好 教习也罢 尽力做到无愧于心便好 我们真的以前没有见过 公子身份尊贵 游历广阔 见过的人何止万千 霓裳乃是平凡女子 与我相似的人又何止万千 公子姐的眼熟也是正常的 你怎知我身份尊贵的 公子言行举止如此得体 气质脱俗 岂是一般行常人能力 这些是山茶花 是最清晰美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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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公子 您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霓裳姑娘 不知可否 为在下绣一个山茶花的绣品 卷子汉金都可 在赵大人府上 有幸看到贵庄绣的山茶花图样 觉得绣法精妙无比 好 好 前面就是布施了 待会儿你来问家 我听听如何 公子衣着如此华丽 跟在我身后 怕是讨不到什么时候了 无妨 我们只问布白 气死他 好 走 这家是咱们淮州最大的布行 锦兴行 对面这家呢叫汉原堂 他家价钱最是实惠 看什么呢 吓我一跳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跟踪霓裳的 我 我才没有呢 别装了 你就是在跟踪霓裳的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 我是来保护霓裳的 我怕他有危险 难道欧阳公子还能吃了他不成 去 你放心 除了你啊 没人会看得上他 你胡说 我 我什么时候看得上他 行了 别装了 平日里啊 就知道围着霓裳乱转 明锦庄里啊 谁不知道你喜欢霓裳 我 那是又怎么样 你还别说 虽然霓裳有诸多缺点吧 但长相还算出重 没准欧阳公子 真的就打上他的主意了 不可能 所以说啊 咱们不能给欧阳公子这个器人 霓裳再怎么样 都是咱们云锦庄的弟子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丑闻 丢的是咱们云锦庄的体面 你觉得呢 所以啊 我觉得 咱们俩应该把他们分开 如何 霓裳是封了我娘的命令 给欧阳公子听差的 这如何分开呀 我就说你木头吧 这还不简单 欧阳公子不就是想听淮州之秀吗 霓裳能由我懂得多 说得透 我去替换他 行了 别犹豫了 那行吧 那就按你说得这么办吧 反正你巴不得离欧阳公子近一点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欧阳公子的身份可跟咱们不一样 你管不着 我的身份还跟你们不一样呢 你管不着 我的身份还跟你们不一样呢 您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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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天 我娘有急事找你 什么事啊 你先别问了 欧阳公子 我娘怕耽误了您的事 所以另外派了人听从您的调遣 不用客气啊 随意使唤 什么事啊 别急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文秀愿为公子效劳 还希望公子不要笑话文秀愚钝才好 公子啊 淮州有很多有名的公益作坊 也有好多新奇的小玩意儿 不如我带你去逛逛 不必了 今日只堪布匹 不看别人 公子啊 快到中午了 如果公子想了解淮州之秀风貌 不如去文秀去喝一杯茶 文秀慢慢讲给您听 如何 不用劳烦姑娘了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就先告辞了 姑娘请回吧 公子 师傅在这里等我吗 坐坐坐 坐 好 师傅呢 我骗她的 那个欧阳公子呀 咱们还是不要 抓惹得比较好 就让文秀去应付吧 咱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不如就喝个茶 吃点东西再回去 算了吧 被师傅知道 又该说你乱花钱了 我每日又是进货 又是作账的 好不容易 你闲下一日 再说了 乱花点银子怎么了 我乐意 小二 上壶好茶 好嘞 看来云庄主的事也不急嘛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集市四通八达 要怪 就只能怪你们为了逃避在下 慌不择路罢了 公子误会了 我们没有要逃开 你师傅派你来 你并不愿意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的话 慧民也太没担当了 你说谁没有担当 好啊 那你倒说说 为何不愿意 公子虽是京城大客商 却又没明说 要跟我们云锦庄做生意 云锦庄虽是小本经营 但也是人尽其用 抽出一个人来陪公子 便少做了许多活 回头还得熬夜补上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公子只图个自己是否方便 但可有想过我们有何不便 这么说来 看来是怪我喽 这番话如果被你师傅听到了 你可知道是何后果 虽然我没有明说 是要与云锦庄做生意 但也不会无缘无故来到淮州 自然是有大生意 万一看好你云锦庄 却被你这番话给搅黄了 你师傅饶得了你吗 你一个王爷 哪来什么大宗买卖 公子整日在街上闲逛 浪费了许多时间 哪有一个商人做买卖 是像您这样的 错 做买卖和看大夫一样 望闻问切 一切虚实皆要打探清楚 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 你师傅没有教过你吗 王阳公子 我 还是说 你觉得做生意 就只是一手交银子 一手交货这么简单 王阳公子 我们还有急事 您早点休息啊 等等啊 你师傅派你来给我做向导 你却急不合格 不过 看在云庄主的面子上 今日定要教你个明白 坐下 一起坐 不知公子有何指教 今日我们去了布市 现在你告诉我 我们今日逛了多少个商家 询问了多少种货品 其中云昼沙价钱最高的是哪家 最低的 又是哪一家 货源从何而来 水路还是路路 欧阳公子您别生气 若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向您赔罪 他年纪还小 他不懂事 我们共去了仇部商行十七家 问了货品十九种 云昼沙报价最高是锦兴行 价格最低是汉原堂 锦兴行是淮州城最大的布行 在淮州 临北 坟河 汕水 均是有分行 货物运输一贯走的是水路 汉原堂没有自己的作坊 主要靠锦兴行分销低端货品维持 因此作价最低 小二 来了 客官 你要点什么 给这位姑娘 上一壶最好的碧螺春 润润嗓子 好嘞 二叔 听校管家说您找我 城东的仇部中银子可收齐了 还有一家 掌柜的说他们最近手头起 求我宽限几日 混账东西 这些话头分明欺你年少心词 不宜耍类罢了 若是换我去 你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说 文宇啊 你要记住 这欺转怕硬是人的本性 你作为少东家 万不可让这些人牵着鼻子走 你也不能像你的父亲一样 总是富人之人 留下一堆的烂账 要不是我 他这些陈年老账 到现在还收不回来呢 二叔说的事 指而谨记 对了 这个淮州的颜氏 你可记得 二叔说的是淮州颜伯父家 当然记得 他们一家可好 你与颜伯父的女儿颜文秀 现在在淮州城外的云锦庄学艺 眼看数月后便可学成结业 与颜伯父想让他来京城见见世面 顺便学习学习商道 正不写了信来 想让我们 借他来苏家小住一段时日 文宇 到时候 你就亲自跑一趟吧 侄儿年幼时 见过这位文秀妹妹 苏颜两家又是世交 举手之劳 那就请二叔 即刻给颜伯父回信 请他放心 侄儿定将文秀妹妹 妥善接到京城 如此甚好 当年你颜伯父将文秀许配给你 做了娃娃亲 如今你们二人已经长大成人 所幸 这次就将亲事定下来吧 二叔 我与那文秀妹妹 只是幼时的一面之缘 婚姻大事恐怕还需从长计议吧 再说了 二叔 苏颜两家门当互对 且那姑娘前些年我已见过 出落得极为标致 二叔 我拿文秀只是当妹妹看待 要说结亲万难从命 胡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岂容你自己做主 侄儿眼下无心成家 只想管好苏家的买卖 请二叔不要再提此事了 侄儿告退 你 你何时才能回来啊 你何时才能回来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人耳目 就不怕附了这月色美景吗 这儿呢 这儿呢 我 在自家院内吹奏 屋的是我自家的耳 与公子有何关系呢 如若姑娘喜爱音律 不妨来我这儿与在下探讨一番 如能指点姑娘一二 也算是在下的荣幸 不需要 不需要 事后不早了 公子请自便 好骄傲的性子 不过霓裳姑娘 为何越发有种熟悉之感 又发呆呢 你干吗来了 王爷 我找您半天了 你 你躲这儿干吗呀 跟你有关系吗 我让你寻访大夫 可有心了 王爷 我找了好些个民医 他们都说短暂性失忆 无法靠药物恢复 既然没什么损失 不如算了吧 还弄得王爷整日头疼 我最近觉得 那几日必定发生了要紧的事 一定要想起来 什么要紧的事 我要是知道 还用大夫吗 那倒也是 不过啊 咱们在此地 待得也差不多了 要不然 咱回京吧 又想你的小秦姐姐了 可是 我还想在此地 住些日子 为何呀 有趣 有趣 石头 不行 我还是给您找一大夫吧 多谢了 您怎么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非要走这坡路 那您还一直跟着我 那您还一直跟着我 您还一直跟着您是建议的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是否 那我为何能在这儿 我为何能在这儿 我为何能在这儿 豹 我为何能在这儿 我为何能在这儿 那儿 真的 嗯 走 别人动啊 小心本公子和您一起掉下去 要是您与本公子斗嘴的时候 有这么矜持就好了 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日内 做出一身衣裳 还能展现出各自的风格 还算是不错吧 梅姨 可有您中医的 梅姨啊 试试我这件吧 保证您满意 好 那日是谁说 梅姨不好看来着 今日 我看你们谁有本事 让梅姨变好看 梅姨 您觉得如何 考虑到梅姨要干活 所以我收窄了梅姨的袖口 采用了修长的剪裁法 这样梅姨走路的时候不会拖腾 在腰身上我又加了流苏 这样兼顾了美观 色彩上我选择的是孔雀兰加眉红色 这样会显得华丽又高贵 这腰身太紧了 勒得我不舒服 你看这 这碎子与我有何用 擦鼻涕用啊 梅姨啊 这腰身是按您的尺寸做的 是合适的呀 合身好看我承认 但不适合 我穿成这样 那怎么砍柴挑水做饭呢 这颜色在锅灶上一蹭就脏了 可是我 我想试试霓裳做的 文秀姐 梅姨这身衣裳跟老妈子似的 怎么能跟你那套比 简直一天上一地下 梅姨 梅姨您觉得如何 这套好 就选这一套 来 说说理由吧 你们都知道 我是个干粗活的 平日里呀也不爱花手 所以那些绸啊断叶的 红的绿的根本不适合我 这件衣服素静不张不扬 正正合适 最妙的是 我每日打水擦地 总要跪在地上 这衣服的膝盖上 还打了双层的布料 这袖口也合适 还有这下摆 不宽不窄 适合我砍柴挑水 行动也自如 真是哪儿哪儿都合适 哪儿哪儿都想得周到 就算这衣裳方便干活 但一点都不美观 师傅说了 这次的主题是创新 这件衣服平淡无奇 何来的创新 梅姨之所以选这件衣服 不过是因为跟霓裳私交好 存心偏袒罢了 这 怎么这么说 霓裳 那你说说 为何做出这件 平淡无奇的衣裳 给梅姨做衣裳 最重要的是实用 但除了实用以外 我也兼顾到了美观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梅姨的肤色黑中淡黄 其实并不适合鲜艳的颜色 相反 灰 黑 赤 棕 鹤 更能显得梅姨利落又精神 就算颜色跟肤色搭配 也谈不上创新 梅姨 我帮您把这件衣服 反过来穿 行 这件衣裳两面可穿 正面用于干活打砸 但难免会弄脏 若突然来了客人 来不及换衣裳时 便可将衣裳反面穿着 这样呢既节省时间 又能兼顾礼仪周全 来 你们啊 光顾着衣裳的华丽与精致 就是没有人考虑到 穿衣者的实际需求 而霓裳 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在你们绞尽脑汁 让衣裳尽可能华丽抢眼时 只有霓裳 用了大量的时间 来观察梅姨 从细节处考量实际需求 来 要我帮忙吗 不要 你去忙吧 所以这节课只有霓裳过了 有个太大的突养 不说啊 rackets能证定来 梅姨 等过些日子得空 我再给您多做两身这样的衣裳 那感情好 那我就可以替换着穿了 我也就可以变好看了 梅姨 您本来就很好看 行 我去干活了 梅姨 头发乱了 是吗 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 可能弄乱了 不小心 欧阳公子 可是来找师父的 今日无事 想去市集逛逛 因此 霓裳为了考试 好几日不得休息 师父特地交代她 好好在家待一日 来 倒不如我陪公子去吧 那边我比霓裳更熟悉 欧阳公子 请 霓裳 今儿没课了 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跟欧阳公子约了 今日陪她去逛东市 欧阳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 走了 对啊 方才我见到欧阳公子 跟文秀一起走的 霓裳 欧阳公子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不像坏人 但是他的来头 实在大得不得了 咱们还是少沾热为妙吧 是师父让我 你就让文秀她去吧 咱们无权无视的 能躲远点躲远点吧 好 那今日无事 咱不如一起到街上逛逛吧 好啊 那我去叫上元香一起 等我啊 怎么又有元香啊 大家都是 身后差不多了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可是 可是 那边咱们还没去呢 在下要办的事情 都办得差不多了 今日多谢文秀姑娘相陪 那就不多打扰了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可是厌烦文秀 是否被人厌烦 姑娘何出此言 文秀又不是木头 是否被人厌烦 岂会不知道 姑娘误会了 在下并无此疑 文秀仰慕公子 想为公子多尽一份力 如今被公子厌烦 我情何以康 好 在下并未厌烦姑娘 姑娘多谢了 此话当真 要怎样证明 您不厌烦我呢 要不 您请我吃饭如何 今日就算了吧 明日 好 多谢公子 那我们明日不见不散哦 好 近日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跟欧阳公子一起出来的 明日大家又会看到 他单独请我吃饭 文秀姐 文秀姐 你快看 文秀姐 你今天打扮真漂亮 是欧阳公子约你吃饭了吗 你俩什么关系啊 不会是 欧阳公子看上你了吧 你不要乱讲话 我跟欧阳公子 现在还只是朋友 霓裳 我要出门了 要我给你烧什么东西吗 不必了 时辰不早了 快去吧 别耽误了 说得是啊 时辰不早了 不能让欧阳公子久等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文秀姐 慢走 嗯 杨欧阳公子 不会是有眼疾吧 还真看上文秀了 应该吧 我瞧这俩人挺般配的 哪里般配了 那杨欧阳公子 肚子歪心思 谁要是看上他 才倒霉 你不懂 男人看女人 和女人看女人 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啊 你不也和我一样 艳无文秀吗 那说不定 那个欧阳公子 看上的就是文秀的脸呢 脸怎么啦 难道你觉得 艳文秀长得好看吗 说实话吧 他确实比你好看那么一些 程天 别欺负元香 我没欺负他 去倒盆清水来 我倒盆清水干什么呀 照照自己呀 凭什么说元香不好看 我没说他不好看呀 你个木头 碰上元香是你的福气 你还不知道珍惜 气死我 别理他 走 我说错什么了 发这么大脾气 请问霓裳姑娘在吗 我记得你 你是那个 我是欧阳公子的侍从 对对对 欧阳公子有些事情 想找霓裳姑娘帮帮忙 找霓裳 切 没想到欧阳公子 这么早就来了 在下不仅来得早 连菜都点好了 文秀姑娘 请坐吧 上菜 诺 欧阳公子如此上心 文秀心中实在过意不缺 我平日住在庄子里 以后要劳烦姑娘的地方 还有很多 何必客气 其实随便找张桌子就好 我们随意吃点 何必如此破费啊 这是在下第一次 在淮州正式宴请 当然要郑重一些才是 这么多 我们两个吃得完吗 不多不多 连同餐前餐后的典型水果 我从昨日便吩咐店家 开始准备 希望他们 不会出什么差池才好 好 欧阳公子 如此重视你我之约 令文秀好生温暖 以后用得着文秀的地方 请吩咐便是 文秀先敬公子一杯 先便忙 等人齐了 再敬酒也不迟 还有别人 欧阳公子 欧阳公子 走这 好香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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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的面子 果然好使 若是在下亲自去请的话 恐怕大家都不肯来了吧 欧阳公子之托 霓裳定不辜负 只是师父她不喜热闹 如有小点心 容我们给她带下回去便可 我早已吩咐人备好了两盒茶碟 这就差人送到云锦庄 诸位 在下平日多有打扰 因此特地备了薄酒 表表心意 不必客气 就请入座吧 谢谢欧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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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 这是谁啊 这不咱们文秀吗 我还以为欧阳公子 是单独来请文秀呢 谁知道文秀 是给咱们打前站来了 是啊 文秀 辛苦你了 文秀 你干吗瞒着我们呀 有这么多好吃的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们呀 就是啊 这 今日多谢霓裳姑娘 替在下请来这么多客人 我敬你一杯 公子客气了 那咱们也敬欧阳公子一杯吧 对对对 咱敬欧阳公子一杯 不要 欧阳公子 文秀 喝点呗 喝点吧 文秀 欧阳公子点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们大家一起敬欧阳公子一杯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欧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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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不要客气 那我们开始吧 好了 都别客气啊 快快快快 筷子筷子 快快快 你看这边